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第8集的GNX的Ruby2 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錄錄這遊戲了 照我現在這麼懶的進度 應該真的有新之年都錄不完這遊戲 它自己本身也很慢 加上我經常都斷了斷了 可能真的有拍都錄不完 拍了一輯至八集才剛開始入主題 不過我也期待這遊戲 希望它後面有些好好的劇情看看 不知這個星期大家過得怎樣了 好的一般的 說算OK 自己的東西就不說太多了 開始回遊戲了 上集說回你們和A3 為了救米利啊 他們就答應A3要求 展開了旅程 上集也是去這裡看報紙的 那就看一份報紙吧 華盛頓報 嘩 你密密慢慢 看死人的 華盛頓報緊急報道 紐約發生了什麼呢 1903年1月12日 紐約 世界最大重機關都市 這是1902年12月24日之前的說法 12月24日成為了合眾國全民市民的哀號 絕望和移民的重大日子 小報稱為大消失之日 對於我們來說 他是失去了重要之物的日子 重機關都市一夜之間被破壞 300萬市民行蹤不明 其中的真相依然是未能知曉 本部自在 為被整合合眾國情報的混亂打上休止符 得到合眾國政府當局和東部陸軍的全面協助 在去年12月24日之後 在約莫三個星期的時間 本部所以記載的情報全部都是真實 絕無虛假 負責記者和編輯部 本社都在這裡宣誓 這個報紙就是講回當年阿狼發生的事 紐約消失了 他自己去了地下 其實他一而再再而三 提醒都很奇怪 他是不是覺得玩家會感受不到 原來是地底罪紐約的 嘩就有三份了 讀死人了 威拉薩洛大橋的被破壞情況 記者入了紐約之後 有一名陸軍情報官全情同行 同時有NY市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數名 為過石殼同行 石殼是甚麼 博士生那些 即使記者也不覺得這個做法有甚麼不對 但強烈的違和感 卻揮之不去 理由只有一個 我們所乘搭的軍用飛空艇 即飛機條 我們使用的是陸軍戰地偵察用的J1F後期型飛行艇 這兩機體原本是用於戰後偵察情況確認 NY沉默後的三個星期這個情況下 令身為客人的愛國學士 石殼 石殼 搭這架處於危險度很低的戰地機體 這個令記者不得不感到違和 調查委員會已經得到了 能夠確訊危險程度很低的情報 正在著心懷疑問的記者 飛空艇和臨時海上基地出發 漸漸有東西出現在視線之內 是稱得上NY入口的巨大鋼橋 為拉薩諾覆塵大橋 本來為世界最大的鋼板 鋼鐵橋 崩壞了一半 坐在木凳口外記者旁邊的A博士 A博士是由NY事故調查委員會 從卡達斯招聘前來愛國石殼 增長本人的意思匿名 這樣說到 預測時間是0點21分 我真的因為地震引起 我真的因為爆破工作引起 維拉薩諾大橋是由於愛因被破壞 整段劇情都好像沒什麼意思 真的需要知道嗎 這不是第二份 是下一頁 當時的 記者說 這差點失去了自製能力 即使看到南北戰爭時的淒橙戰地照片 都沒試過這麼動搖 用最近的事情來講 就是那種 就是統治卡達斯地區的北楊帝國 所以引快殘酷破壞 以擴大政策的名義 覆蓋了天空的機動要塞 破壞了邊境都市 這就是拍下了那些慘狀的 剁黑照片 不懂得當 文化了 抱歉 太過淒慘了 這是破壞 是破壞 全部都被人破壞了 曾經被稱為世界最大 人類史上最堅固的橋樑 維拉薩諾大橋 以半粉碎的狀態 存在在記者的眼下 記者貼在飛行艇的窗邊 注視著他 一切都被人破壞了 即管並非完全破壞 而勉強保留了橋樑的形狀 但都太過悲慘了 隨著距離拉近 記者都可以看到其中破壞的情況 預測時間是0點30分 可以確定維拉薩諾是由某種外因 而引發破壞 物理性質上的被破壞 一眼就明了 就是這樣 這裡或者沒有大機關 因此可以引起這種破壞 只有可能是新型的機關 步驟所產生的地震 或者是大量火藥造成 對於記者詢問破壞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A博士怎樣回答 情報官 有關青友 局部地震和爆破工作的可能性 記者感到最爽 因為這個和合眾各四處流傳 無所根據的謠言完全不是一回事 完全是一回事 和無根據 不過是推測 A博士對情報官的說法沒有任何反應 嚇夠我 最後一部分 大機關 新型機關 記者沒有聽了A博士的事 記者都知道 大機關引來了這次事故 是蔓延在合眾各中無法回答 或NY慘狀理由的眾多 無根據的謠言之一 這三個星期以來 對這個謠言已經有數次疑問 紐約既有重工業都市這個側面 同時都是合眾各機關最先進的都市 所以都市營運中用了不同 和舊時代卡達斯的合眾各城 純國產技術所製作的新型蒸氣機關群 有了這樣的事實 是他招致稱得上史上最大悲劇的慘狀 這個傳言是根深蒂固地在合眾各擦開 聽了記者的疑問之後 情報官添入了尋問 但A博士點了點頭 他確實是點了點頭 即管未留在官方的紀錄裏面 但他確實點了點頭 維拉薩洛粉碎了 1902年局部地震 又或者因為爆破工作 如果容許打這個比喻 就好像一個殘酷的神靈的決斷一樣 如果可以稱得上為唯一的九屬的話 那就是至少犧牲者沒有這麼多痛苦的時間 只有這個慘狀唯一的九屬 OK 那就知道了 當時阿朗這件事發生的詳細是怎樣 但是 我覺得不會好像他講的原因這麼膚淺 就是什麼純粹是 因為用新技術引發爆炸的 應該不是 有些這麼深層的原因 但他是不是說這麼多廢話 嘩 還有一句 說完 說完的念上浮現了彷彿的表情 好了 讀完了 這裡到底是什麼來的 又挺漂亮的 有些書架 還看不透 有些書架 特地被我們當一個報章 對 特地被我們當一套報章 哇 回來了 回來了 1902年 2月 2月 2月每天 何康安迪格州 施立济高等學校 還有阿郎 見到阿郎 還是可以忘記了名字的女主角 艾利西亞 小過艾利西亞 超可愛的 小過艾利西亞 超級可愛 為什麼大過會變成這樣 讀英傳就是這樣 讀完英傳出來就是這樣 混蛋 這個是未讀英傳的 大過艾利西亞 讀完之後就變成 哈哈哈哈 What the hell 我喜歡 我喜歡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小鳥的提叫 滿滿的陽光 什麼 缺打錯字 這個聖聽是清神真正的附送物 在西部度過了小時候回憶的 小時候的祖母 回憶在當時流傳的清空 因為都是那個 因為機械發展得太嚴重 用蒸氣來發展 所以現在天空是看不到的 在背景都看到 全部都是煙來的 看不到藍西天空 明明是之後祖母 他經常對小時候的艾利西亞 講述到 陷藍而有晴朗空的顏色 當然啦 艾利西亞一時反應不來 因為從出生開始 天空就是灰色 無論什麼小孩都知道 天空是藍色 天空是灰色 大海是灰色 和中國 歐洲 所有人類 作為發達的 機械 蒸氣機關 所產生 所失去的代價 嘩 好像吃螺絲 唯有極小的老人家在講述著 曾經都存在過的空的顏色 但現在已經無影無蹤了 即使這樣 阿利西亞都會想起清神 好像這樣聆聽著小鳥唱歌的聲音 FDG 嘩 其實小時候阿利西亞是這樣的 他大個完全是三年了 大個性 神經病 小時候阿利西亞超可愛的 真的是女主角 大個怎麼都這樣 怎麼了 好可愛 小時候阿利西亞真的跟大個很大差別 大個是那種被人很精煉 很有行動能力 現在小時候他就好像天然 天然愛 好可愛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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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利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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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twars 不然你睡眠的時候 是違反的 是違反的 好嗎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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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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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人之人 明明總是腦袋很聰明 總是很能幹 是不夠你將來的理理 將來的理理 為什麼藝莉西亞會弄成這樣呢 小時候她是如此神真好愛的 你看看 嘩 她大過一定不會露出這個表情 神經病 好瘋 這遊戲真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兩個人是斷田的 我記得一九零二年已經喜歡阿龍了 世界就是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 我一定是幸福 這一種是 怎麼說呢 等你看到她的悲慘一面再看幸福的東西 是令你特別不爽的 現在是好想不爽的 阿龍原來是小時候已經在一起了 阿龍 OK 有阿你將會遇到一個你人生最討厭的東西 就是你的情狼阿龍要死 老實說課程很難 多得了優秀的微微的親切教導 自己總算脫離了流級的狀態 每天六個小時的課程 學習機關學的課程 肩負著重工業化進展的合眾國未來的高端學問 機關學 還有其他各種零零碎碎 機關學 老實說 阿里斯亞對這些是完全沒有興趣 幾乎沒有興趣 只要憑自己家鄉學校稍微好一點的成績 良好的品行而獲得老師的推薦 阿里斯亞只是迷幻地接受了 好像學習機關 學成為工廠的營運者 經營者 或者成為計算士 典信士 真是一點都沒考慮過 因為只被人推薦了 就點頭撻認了 因為雙春好開心 因為祖母好開心 沒什麼稱得上理由的理由 在迷糊進入了全宿製學校裏面 今天都很迷糊地看著窗外 上課也是 除了拿出本屋師之外 就是聽到老師的說話 看著窗外面 今天都很迷糊 授教 不是很嫌い 老師的話 也不是很嫌い 但 我 看著空 比較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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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期 是 人生物很順情 阿 因為課程結束後 包括了五休時間 足足的七小時 在高高的天花板走廊 在有很多大窗戶的走廊 艾利西亞被咪咪憤窄了 這也是相當黑鬚平常的事 喜歡粗心的咪咪總是趕著看不到下去 提醒住艾利西亞 真的會很對不起微微的 補習也好 補考也好 無論誰都會被微微添麻煩 所以連艾利西亞都低了頭 即使是這樣 心情都沒有低落 因為這裡有一個大的窗 但是將來已經看不到微微的傢伙 是不是死了那些東西 其實艾利西亞是否未認識阿朗這傢伙 完全沒有出現過 看也沒有看過 因此是那些追確不是自己的測試 在不見的 好多多數 人的悬貨 很可怕 又忘記了 這樣說起來的確 這些話語應該被人說了很多次 所以放著自己不理也沒問題 明明不用再理自己的學習 每到這個時候是你生日都會這樣說 每次這樣說明明就會說這樣是不行的 而且十分嚴厲的生氣 甚至比歷史老師也要兇惡 同人碰面? 這些阿里斯是沒有記憶的 真的很天然 什麼都忘記了 一定是因為意識飄到外面 飄到灰色的天空裏面 誰會跟著你? 我已經知道你不太清楚 但我沒有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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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記憶的 但我沒有記憶的 人不知的 但我沒有記憶的 但我無法打破 我並不是我的知識 我是我的地區先輩 什麼? シルヴァン? シルヴァン? 是NK仔 彩虹 是童年級的男生 名字好像是蔡爾伊凡 艾莉西亞很不容易記住男生的名字 但因為原本不太聊天 所以臉和名字很難對上 蔡爾伊凡在這裡是很特別的 因為她經常和微微答話 上面也跟艾莉西亞說過 我想混合我們的好朋友 即使名字一時之間想不起 但臉在男生裡面都算是記得最清楚 但有什麼違和感? 但有什麼不可思議? 剛才她是先向自己打招呼 說出來的名字說錯了 明明不是李李是叫你 這不是劇情提醒來的? 因為事實上真的有李李這個女角色 平時也是先跟微微打招呼 原本是這樣 但剛才... 口疾喔 一對著微微就疾機了 還不是喜歡我們的好朋友 好看喔 為什麼你覺得好嗎? 偏偏也不太悲 是嗎? 等一下 為什麼你把眼睛反省? 害羞嗎? 害羞? 我以為這看著太大怪 是阿狼 是阿狼 BIVI你聽不懂嗎? ERCIA 我先輩有超級優秀的人 ERCIA的家庭教師 那不太優秀 果然是狼仔 其實有留心聽過阿狼的聲音 好像跟A3的聲音一樣 是不是一個配音來的呢? 阿狼和A3 哇!第一次見面了 第一次見面 好高啊 是個高度要養視的人 男性 比起同級身肯定年紀要大 他站在塞爾帆身邊 很高、大頸的人 比起艾利西亞還要高上一致 所以艾利西亞很自然地養視著他 是一個從來都沒見過的人 沒有同級男生的幼稚感覺 也沒有學校老師的黑板感覺 聲音很沉 很安靜的聲音 嘩 嘗試看 是你小孩這樣倒下了 不然是你小孩這樣倒下了 但你自己想好 好想好 好想好 你自己的進步 好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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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的聲音 無比溫和 溫柔在耳邊回響 沉穩的眼貌 雖然夾著眼鏡薄薄的鏡片 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明明只是被人回答了畫 明明只是被視線注視著 連對方是甚麼人都不清楚 剛剛是初次見面 而且不可思議的艾利西亞很自然地 跟他分一類 從來 甚麼可以 甚麼人 甚麼人 是認識那個人 嘩,這傢伙 算了 阿朗都是刑棍的 好,原來這遊戲全都是男人,我都認得一個點 我才能夠役立的,但我應該能夠役立的 Elicia 君想要這樣 對 反應很濃,阿朗是很棒的 沒有很棒 不是吧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在Iell University的第一研究室 然後到紐約的研究室出向 原來是紐約選手 現在才留意到 這是第一次見面 Iellの學生さん、何ですか? ああ、専攻はエンジン物理学 今は赤学協会の研究所に出向していて ここの施設研究所で行う実験があって それで出向の更に出向に来た形かな すごいだろ、なあ アランニー学生だけど研究員なんだぜ それにイギリスの赤学院も持ってんだ ああ、イエルの学生さん イエルユニバーシティの学生さん すごい、すごい OK ビビの憧れの大学 合衆国でも有数のエンジン学の学び屋 私にとっては、クマの帯の そこの学生さんが、目の前にいる 最後、アリシア的確是入了這学校不准業 アランニーが消失された アランニーが消失された 刺激された アランニーが消失された 私は驚いてしまった 家庭教師 そんなのもったいない すぐにも分類してしまいすわ そんなこと そんなこと 分類 ないのに なん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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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んなこと 見たに ないのに ないのに 絶作連自己都明白 自己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 善致的陷入緊張 明明好少在別人面前緊張 明明好少在別人面前緊張 但仰視著很高的 他 胸口深處少乱了 有什麼熱的東西在裡面跳動 連阿里西亞都沒有注意到 幾乎 幾乎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幾乎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自己對人抱有這麼強烈的興趣 幾乎沒有過的情況 幾乎沒有過的情況 剛剛見面就馬上被對方分類 高度要養視的人 沉穩而有平靜的聲音 很溫柔 イエル あれ? 驚くところ そこが? 赤がくいのがすごくない? あ あの あの イエルは遠いのに ここに来ても大丈夫なんですか? ここに来ても大丈夫なんですか? 小さくやり西亞真是 好神真 え? 今週から職員料借りていてね いざとなれば弾丸列車もあるし 弾丸列車 ああ 弾丸列車 私 乗ったことないんです 早くて便利だよ ああ でも景色を見るのには向いていないから 廃炎がすさまじいから そうなんですか 私も乗ってみたいな そういう理由もいいね 君がイエルの大学に進学すれば もちろん 南岸列車に乗れるよ 将来你生日坐完時 應該就不是抱有些 心情 ああ そっか ああ いや冗談だけどね よく考えてから決めるといい 進路のことも 家庭教師のこともね はい あ 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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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ん a 但是呢...那種心配是要不需要呢? 那...不需要的男人 哈哈...不起眼的男人 在艾利西亞眼中是很完美的 在微微眼中是...完全兩回事 但是...話都混合了 那些男人...現在還沒有了 很心配 哼...他很擔心 哦...這個就是分類 分類是喜歡和不喜歡 任何人... 艾利西亞溫達福爾自己... 儘管是這樣...這個一定不會錯 儘管是這樣...這個就彷彿命運 是第一次...不是什麼很罕見的情況 是第一次...自己到現在都連想都沒有想過的... 本來以為是書裡面才會有的東西 本來以為只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情 沒有想過自己都會遇上這種事 是不是有什麼...一見鍾情啊? 想都沒有想過 甚至期盼的想法都沒有過 艾利西亞...開始感到奇怪 在這個之後...自己...漸漸沒有看過窗外面了 將喜歡的東西和討厭的東西分開 儘量分類...自己一隻二人就是這樣做 明明僅僅僅是這樣的... 但是那個不同... 那個是改變了艾利西亞所有的東西的 有什麼很奇怪... 注意到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星期之後... 無可救藥地... 意識到自己心裡的喜歡... 胸口還好熱...很熱...很強烈... 之後... 一個星期之後終於... 注意到... 袋中... OK... 不夠死下去了... 就這樣完了... OK... 又回來之後... 其實我不明白會提一提這段劇情的... 重點是什麼... 第二張... 孤獨的王... 第八集的... 自己的索磊尼爾就到了這裡了... 今集整集都是在回顧阿里西亞... 小時候跟阿狼的回憶... 其實是一出... 阿里西亞這個人... 改變真的很大... 他以前不是這樣的... 不是他現在長大過了那麼過年... 那麼... Fat Life... 就是... 完全是... 好像已經... 所有事情都沒有所謂了... 唉... 想怎樣就怎樣... 死就死了... 就是... 以前的阿里西亞... 這麼... 純真啊... 這麼外外的... 就是... 原來是一個... 沒有愛的小女兒... 但是現在... 不知道... 愛情郎... 你死去之後... 就接受不了了... 變成現在這樣... 那怎樣都好... 希望之後下來的... 劇情不要太... 就是... 起伏高低... 我都正常接受到的... 但是... 阿里西亞這個本身也是一個... 很... 慘的悲劇來的... 就是... 我覺得... 受苦已經受救了... 希望之後... 之後下來的劇情可以... 給一個... 完美的... 叫做... 交代回一個... 不要那麼慘的劇情... 他都幾慘的... 好像米里亞那樣... 都是... 在遊戲裡面出現的... 完全不會跟你說年文... 全部人都是... 唉... 悲劇... 真的悲劇... 好... 那今集就到這裡了... 話說這個星期... 真的天氣都... 主動得很快... 大家都穿多一件衣服... 聽到那條影片... 都在時之上... 真的感冒... 轉得太快... 衣服都穿不前了... 這個星期... 都感冒得很嚴重... 大家都... 大家都留意一下... 出街都穿多些衣服... 廢話都不敢... 都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